大家好,我是陈真哲,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我的大学专题,但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大家比较习惯称呼我是蓝光 所以我大学专题就用我的逆称Bluelight蓝光来命名 我这个软体 它是一个医学影像的浏览系统 它是使用网页技术开发的 所以可以完全在浏览器上面使用 这个是我的目录 我会一开始我会对它做一个简单的简介 再来介绍它的规律及录捕 也就是说传输查询与存取的功能 接下来介绍它基本功能和3D的功能 最后介绍互通信联测 首先是Bluelight Viewer的简介 Bluelight Viewer是一个百分之百使用网页技术开发软体 它可以在网页上显示2D级3D的医学影像 它也可以在影像上显示2D级3D的标记 医师可以在上面进行标记的标注 然后目前台北农民酒院医院的医师已经使用这个软体 来替影像进行标注 这些标注将会用于人工智慧的训练 所以的话只要会做一些标记的工具 所以如果不会训练模型 其实也可以对AI在医疗领域做出奉献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叫查询界面的另一个副程式 它跟检视器一样 它可以串接任何支援代抗Web的医学影像系统 也就是说其他的医学影像伺服器 我们都可以只要它支援代抗Web 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软体 直接从457下载档案下来 不需要修改程式码 OK 这个是我们软体的检视界面 右下角这张位置 它可以在手机平板以及笔电上显示3D的医学影像 至于标记的部分 以左边这张为例 下角它即使是一个2D的标记 但是我们把它投影到3D空间后 用橙前面与重前面等不同的视角来看 可以发现说它其实也可以 用3D的方式把它进行重组到3D空间上的 重组之后它依然在器官实际位置不会跑掉 另外由于我们的这个3D系统 它并不是使用WebGL开发的 所以说如果在不支援WebGL的手机浏览器上 也可以执行我们的3D系统 这部分在第4章会提到 然后这是我们的查询界面 由于代康是可以支援阶层式查询的 所以我们在输入查询条件之后 先选择一个study 然后对这个study再进行更细部的查询 用这种阶层式的查询可以降低浏览器及457的负担 好这个是 这个是代康区域的介绍株 主要是在介绍查询界面的传输方式 因为刚才有讲到 只要是有符合代康的标准一选项457我们都可以进行串接 像是我们经过测试可以我们举个例子 像是RECON OSENC以及 DCM4T等一选项伺服器 我们使用相同关键技术及相同格式 都可以进行查询调阅一选项 而且我们只要修改设定档网址及API 就可以了不需要修改程式 因为代康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协定 所以这个协定对一选项处理储存及传输都有严谨规范 所以说我们如果采用标准的话 就能在更短时间及更低的成本 与其他医疗系统进行整合 也可以与其他医院还有不同系统间进行资料交换 这样的话就更利于我们软体的发展 然后这个是刚刚讲到的阶层式架构 就是这个代康可以将影像大致上分为 Study Cs以及Instance层 Study可以是多个Cs 然后一个Cs的单位 可以是一次检查部位的一整叠影像 比如说电脑断层扫描 它是一张一张切片组合起来的一系列影像 这一系列影像就可以算是一个Cs Instance层大概就是一张影像 我们在进行阶层式查询的时候 可以输入关键字 以Recon为例 如果我们要串通到Recon这个伺服器 我们只要将它的API 从摄影档中更改掉就可以了 看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输入查询关键字 然后选择一个Study镜 输入查询关键字之后 它会回传所有符合这个关键字的Study回来 比如说我们输入某个病患性命或是生日之类的 接着我们选择其中一个Study之后 再选择一个Series 再选择一个Series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选项给 我们的影像检视界界面开启 我们影像检视界面会分三次传输 分别是刚刚才介绍的StudySeries Instance 通过连续连续三次去request影像之后 它之后会重组到一个绝对的位置 因为这三个三个阶层的UID都是都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可以取得唯一的影像网址 并取得DICOM影像进行显示 OK这是影像功能实作的部分 这个是Windows Level的一个功能 DICOM里面有两个Tag 一个是Windows Sanker 一个是Windows With 从右边这张图来看 可以发现说它即使是同一张影像 但我们依然可以将它 从影像的软组织骨骼和废气管 从中分离出来 这是因为它并不是以8bit的格 8bit像一般影像一般影像一样 以8bit格式来储存的 它是用亨式单位来储存这些影像 比如说每一个像素像是空气 它可能是负1000的位置 然后水的话可能是零 然后骨骼的话可能是更高的数值 比如说300或1000以上 然后我们只要设定Windows Sanker 比如说取在300的位置 然后它左右宽度加起来是600的话 取这个区间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把这个区间 在Mapping到8bit的0到25的数字 就可以把这一区间的骨骼给显示出来 所以说只要有Windows Level 我们就可以将空气 骨骼 血液还有其他器官都可以分离出来 分别做显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Tag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像素 大概占整个器官实际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毫米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来计算 拉出一条线来计算出这个这个区间 它是多少毫米 而且说它进行3D重组的时候 我们将它一张断层扫描一张一张切片重组时 我们需要这个Tag来来知道说它每一个每一个切片的间隙大概有多多大 OK 这个是规及放大镜的功能 它可以放大放 通过拖位可以放大局部影像 像是这样子 左左左边跟下面则是比例词 然后这个是以一个Series为单 然后刚刚有讲到一个Series是某一次检查一系列影像 如果它是电脑断层扫描影像的话 它就它就会是像这样一整排重组 一整一整排切片这样组起来一个Series 我们可以连续播放之类的影像 或者是透过滚轮双指滑动来来显示这一系列影像 这个是标记注解4E画面 刚刚有提到说台北农民总院对影像进行标注 然后这些标注可以进行人工智慧训练 像说如果我们对用RTS这个标记对并造进行标注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Viewer查看或者是标记 然后标记完之后我们确认它没有问题 且在实际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拿它来送到模型中进行训练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用这个Viewer与其他系统穿接来取得 AI运算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标记功能在这一个 它是使用Canvas技术化上去的 所以说这个功能在我们这个系统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不可或缺的 OK 这是3D影像处理的部分 好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在系统花最多 在基本上花最多时间做的功能 它是它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VR它是中文可以叫体会字或是立体渲染 但注意的是它VR并不是指虚拟实际 然后MIP就是它翻译是最大密度投影 它可以将量 它无论怎么旋转都可以将亮度最高的影像呈现在最上面 像是骨骨骨骨骨部分 它亮度最亮 所以无论怎么转它会呈现在最上面 MPR是二维多平面重建 它可以看这个3D的影像每一个每一个方向切面 这三个方向切面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器官不同视角下的影像 好 这个是VR的显示部分 我先按下这个按钮进入3D模式 这个3D影像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阴影的程度 所以它并不是使用webGL开发 它是一张一张Canvas叠叠起来的 不过它旋转到侧面的时候 它并不会有缝隙 因为我以前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使用 使用计算它横切面与重切面的方式 它在它表面进行贴皮 然后这是如果贴皮比较少量的压缩的情况 这只demo出来 另外我可以透过直接调整 直接调整它的window level的方式 然后把它骨骼给呈现出来 因为我直接 这个方法是直接去改变它Canvas的像素 改变完之后它进行的处理 它进行的处理就处理完毕 这是将肺气管分离出来的部分 我们都有准备预先准备一些色码表 然后将原来影像Mapping上去 所以这些基本上都是染色过的 然后这个这个是骨骼的部分 骨骼整合肺气管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刚才介绍的最大密度投影 它可以将亮度最无论我怎么旋转它亮度最最高的骨骼 就会呈现在最上面 然后这个是最小密度投影 它跟最大密度投影是相反的 它是则是最暗的都都显示在最上面 OK 然后因为刚才的画面就是染色 所以我这个是没有染色四翼画面 它原先的画面整个叠起来就这样长成这样 它都是黑白的 先跳到后面 然后这个是挖掘的功能 它可以在影像上面圈选 然后挖出一个洞来 这样可以看到它内部的构造 然后这方法是使用填充 Canvas填充封闭区域间的方式 将那个区域进行填充 OK 这是VR的摘要介绍 这是MP 它是可以在三个方向 模拟出三个方向都进行投影的情况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 这个3D影像不同的切面 我们可以调整到不同的位置 然后会影响到另外两个切面 它也可以进行旋转 我们可以在上面拖曳来观察 那三个区分别在不同的位置上呈现 大概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讲它的原理 VR目前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使用WebGL 这是在网页上使用WebGL 显示这类的3D影像是最常见的 但我们目前使用一个 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方法 叫使用CS-Transform 来排列这些多张Canvas 来排列出影像 所以说这些影像都是很多张Canvas 排列起来 再使用CS-Transform 然后去调整它的位置 从这里可以看到 看到说标记原本是2D的 然后我们把它Mapping到3D空间之后 标记也可以从2D转成3D 因为刚才有提到一个Pixel Expansion 我说很重要是因为 我们不能说一张一张切片影像 都只兼具一个Pixel 所以说因为这样子 重组出来的比例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使用Pixel Expansion 就可以计算出每一个像素 占多少毫米这样子的话 让它兼具重组出来后 就可以符合人体器官实际的比例 你看它如果2D的影像 如果旋转到侧面时 它会有这一个缝隙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透过计算 旋转到侧面之后 我们就计算它的 横切面跟重切面影像 计算出来后 再对它进行内插方式 对侧面进行贴皮 让它三个方向都会有影像 贴皮完之后 这个侧面缝隙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像这样 无论旋转到哪个面 缝隙的问题都没有再发生 然后这个是使用界势 就是Transform排列的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使用 Dindex 就是说这些影像 全部都会有一个像图层 像图层一样有最高跟最低 下面这个像这个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说 它是完完全全的可以这样子 切合在一起的 但这样做看起来品质比较好 但是我们发现透过FPS来看的话 上面这个FPS可以到60 但下面这个只有5 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综合方式 就是说我们同时整合这个这两个 当我们滑鼠在拖曳的时候 就是采用上面的 index的方式 但如果我们滑鼠放开时 它就会采用下面这个方式 OK这个 这是刚才介绍的我们染色方式 我们对不同器官各自准备不同的色码表 然后对像 然后对我们Canvas的像素 直接进行套用 就可以进行染色 或是window level的调整 另外要注意的是 在色码表中黑色最黑的部分 我们都要设定成透明色 要不然的话 后面影像全部都会被前面的 前面的挡住 OK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如何 如何让这些影像有这个阴影的部分 原先这些Canvas影像排列前 应该要像左边这样子 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发现说中间这一区块 我们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使用那个CSS背光color 就是说在每张Canvas后面 都加一个半透明的黑色 这黑色可能是肉眼看不清楚 但是一张一张往后叠之后 后面的黑色会逐渐会让肉眼看出来 且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利用这个方式可以 在不使用WebGL打光功能 就可以替影像加上半透明的黑色背景 OK CSS有一个叫图层混合 类似图层混合模式的功能 它套用Lighten之后就可以 在这些Canvas 每一张Canvas上之后 就可以将最亮的永远浮在最上面 然后模拟出MIP的这个效果 如果是Ducken的话 它就可以将最暗的影像 永远呈现在最上面 就可以模拟出这个 这个与MIP相反的最小密度投影 不过它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它用这个 在某一些浏览器 它会解除CSSTransform的3D效果 这样的话会使TAP的这个功能失效 然后这是填充封闭区间的部分 我们当对影像进行框卷的时候 我们使用Canvas它的填充封闭区间的方式 如果我们对着这一张进行封密区间的填充 它也会对底下每一张都进行封闭区间的填充 填充完之后再套用色码表 黑色部分就会变成透明 这一部分区域就会变成挖空 我们使用这个方式来对影像进行挖动功能 OK 这个是一选影像 一选影像资讯连测介绍 OK 我介绍一下什么是连测 因为我们这个Blueline软体有参加过MITW的互通连测中 这互通连测这个测试是可以将自己的软体 跟与其他厂商软体进行资料交换的 然后我们在这一阶段测试过程中 我们可以验证我们软体是否符合标准规范 比如说符不符合File或是Dicom之类的标准规范 或是Dicom Web 然后如果我们以超过三家不同的厂商测通的话 就代表说我们通过这样测验 那符合标准规范有什么好处呢 那如果我们可以先从坏处开始 如果我们采用自己开发格式的话 而不使用标准规范 我们与其他系统进行衔接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提高很多开发成本或是除错时间 然后可能说会发现说我们使用 比如说一般的影像档没有像 没有像Dicom那样可以计算出每个像素 每个像素占多少公分的比例 但如果我们的系统符合Dicom的国际标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更短时间或更低的成本 与其他的医疗系统进行整合 开头时就有提及到 我们软体之所以可以串接任何资源 DicomWeb的异选项系统 就是因为它是符合标准规范的 所以在这里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说 如果我们开发异选项软体 我们要降低开发成本 以及提高互通性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软体系统符合标准规范 好 最后到这边结束 谢谢 谢谢各位听听 然后这是不赖或Gyhub的网址 如果觉得太长可以使用梭子 或者是去Google Gyhub 或是BingChat进行搜寻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开源专案 谢谢 请问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提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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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